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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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Good afternoon 大家午安 今天我真的很開心能夠來到這裡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關於夢想的故事 這是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在今年春節的時候 我在家裡整理一些小時候的東西 我很驚喜地發現了一本 國小的畢業紀念冊 打開那第一頁 我看到了我自己寫的個人檔案 在個人檔案中我看到了夢想這一欄 我寫的是 我想要當音樂家 環遊世界 於是我笑了 因為那正是我現在在做的事 其實我並不是從小 音樂班訓練上來的小孩 小時候去學鋼琴 就被爸爸媽媽送去學一個訓趣 因為所有好像六歲的小女孩 都會被送去學鋼琴 那就彈著彈著 自己也很喜歡 但是跟著社會的價值走 好像學到了十二歲 要升上了普通國中 不是你們這麼棒的國中的時候 所有的才藝都要被中斷 包括我最心愛的鋼琴 在我中斷鋼琴以後 就要跟著社會的價值走 開始好好地唸書 好好地拿高分 然後以後去拼第一志願 那時候我覺得有點失落 但是我在心中告訴自己 音樂那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了 後來 有一個機會 我來到了這裡跟大家分享 在我十六七歲的時候 有一個機會去歐洲游學 最後一站就是來到了羅馬 大家知道這是哪裡嗎 對 就是Trabby Fountain許願池 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還在吃冰 羅馬很熱 他綁著兩個辮子 然後老師帶我們走到羅馬許願池前 跟我們說 現在每一個學生請站在這裡 然後為自己許一個願望 結果老師這麼一問的時候 我突然心裡很緊張 我在想糟糕 我的願望到底是什麼啊 因為長年下來就是乖乖地好好念書 我們的教育好像也沒有要求我們 要思考過這件事情 關於你到底想要變成什麼樣的自己 就只是好好地背書喔 所以輪到我的時候 我到底該說什麼呢 那一趟旅行 我們遊了歐洲很多的國家 歐洲的藝術和文化 真的完全大大的開了我的眼界 所以輪到我的時候 我就說了 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 我要回到歐洲 來這裡學習我所喜愛的藝術和文化 然後按照慣例的 右手握著硬幣 通過你的左肩往池子裡拋 據說你的夢想就會實現喔 很幸運的 之後我真的來到了英國 剛開始我在溫沙唸了一年的高中課程 然後我來到了愛丁堡大學 攻讀藝術史還有建築史 這是愛丁堡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城市 也是一個相當適合念藝術和建築的城市 當我來到愛丁堡之後 事實上我也已經從事鋼琴了 而且我在很繁忙的課業裡面 有非常多的人文的課本要念 在繁忙的課業之中 我還找到了一個很棒的鋼琴老師 來跟他學習 據說他是蘇格蘭最棒的鋼琴家 那老師對我很好也很器重我 他給我了好多的表演機會 跟他其他的高材生一起出去表演 有時候也一起送我們出去比賽 那我常常也會抱一些小獎回來 好像在音樂上面表現得還不錯 但是我一直在內心告訴我自己 你不要想太多喔 因為你的背景真的差太遠了 音樂只是一個興趣 已經不可能變成那個 你所想要成為的音樂家了 所以我就把它當作一個認真的興趣 好好學習 心中總有一種遺憾 後來老師推薦了我 到西班牙去參加一個鋼琴大師班 就在那個鋼琴大師班裡 成了我生命中一個非常大的轉捩點 因為我一到那個大師班 我就受到了非常多的驚嚇 那裏面的每一個學生都彈得非常地好 而且他們年紀都非常地小 就是一群神童來著 而且除此之外 我聽他們在聊天 聊著他們學情的背景 我都在旁邊受到驚嚇 其中有一個女生她說 我在德國學音樂 可是這個大師 她現在在西班牙 所以我就來西班牙 她上個月在荷蘭 我就飛去荷蘭 她下個月要去義大利 我也要飛去義大利 我要一直跟著她學習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就回答她說 對呀 這個大師實在教得太棒了 因為大師他住在倫敦 但是我住在日本 我的爸媽為了讓我方便跟老師學習 所以就在英國幫我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我在旁邊聽著這些對話 我就在想 欸 那我的背景怎麼辦呢 我實在是太不如他們了 我整個訓練的方式 所以我在那個大師班裡 時常受到驚嚇 但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inspiration 其中我聽到一個 裡面談得最棒的一個女孩 我覺得她是神童中的神童 她叫做Marianna 她來自於俄羅斯 這是 看不到她正好被切掉了 這是Marianna 我們在西班牙在試鋼琴的時候 這個女生 我聽著她的肖邦 實在是太有藝術性了 而且非常深刻 她的音色也有非常豐富的變化 我好喜歡她的音樂 她又是裡面表現最傑出的一位 所以在音樂會後 她突然來邀請我陪她 到旁邊的城市走走 我非常開心地答應她 但是因為我實在是對她太好奇了 其他的神童都是那樣子在學琴 我好想知道她是不是也是俄羅斯來的貴族啊 是不是都用很恐怖的方式在學琴 所以我就問了她 Marianna請問你在家是用什麼牌子的鋼琴啊 於是她望著我 我叹了一口氣說 唉 我真希望我能有台琴 我說什麼意思啊 她說 爸爸考上了西班牙的樂團 帶著我跟媽媽從俄羅斯搬到了西班牙 現在是這裡的小提琴手 她說現在還沒有錢買琴給我跟媽媽 所以我就每天練習一台二手的 YAMAHA電子鋼琴 於是我嚇到了 我說 可是你是裡面最傑出的一位耶 你的音色有那麼多豐富的變化 你怎麼做到啊 她說 你可以想像啊 因為音樂就在我的心裡 當我有機會彈到真正的鋼琴的時候 我就把它們統統都做出來 然後換她問我了 她說 那Veronica你在做什麼 我說我在艾丁堡大學念藝術史 她說 藝術史很棒啊 可是 你不想當音樂家喔 糟糕 她這麼一問 完全打中了我 那是我最不敢面對的問題 我跟她說 我好想喔 可是 我不敢 她說 什麼叫做你不敢 於是我告訴她我的故事 我從六歲開始學琴 學到十二歲就中斷了 然後我現在在艾丁堡大學 我中斷了七年的鋼琴 那大學的人文科 有好多報告要寫好多書要念 然後我常常要去音樂系搶琴房念 而且好不容易搶到琴房了 那琴房裡面的鋼琴也不夠好 當我搶到最後這一點的時候 她就瞪了我一眼說 那也比我二手的電子鋼琴還好吧 我知道我給Marianna的每一件 每一個理由 通通都在為我自己找藉口 因為那真正的原因 就是我不敢面對我的夢想 那天要離開Marianna之前 她跟我說 說了一句話說 If you want something terribly enough you'll have it 是個堅定的眼神 我回到了我下榻的旅館 走到下榻旅館旁邊的海邊 那個晚上我就在海邊 一直想著我們的對話 終於我明白了 其實我所缺乏的 不是那些年的訓練 而是面對夢想的勇氣 Marianna 她在物質上事實上沒有擁有什麼 她就是有一身的藝術性 她有無畏艱難的個性 和很強烈的決心 那正是我所缺乏的 其實只有真正地面對自己的 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夢想 才有可能走到夢的那頭去 所以那個晚上 我就在西班牙的海邊 做了這個重要的決定 I want to be a musician 那之後就再也沒改變過了 但是我從西班牙回到了愛丁堡 我身上的大三 我的藝術史功課又更多了 但是真的就像Marianna所說的 If you want something terribly enough You'll have it 以前我總說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沒有時間 可是我就是要有時間練琴 我就是想盡各種辦法 擠出時間練琴 我在琴房和教室中間 努力地奔走 可是一點都不覺得累 因為我在追求我的夢想 我充滿了熱力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擔心 因為音樂真的不是一條好走的路 後來有另外一個轉捩點 完全改變了我 我參加了一個 我生命中第一個 國際鋼琴比賽 那是在荷蘭 叫做荷蘭國際學生鋼琴大賽 為其三輪的賽事 那參賽者來自於世界各地 我很順利地通過了出賽 進入了副賽 而且最後竟然進入了決賽 決賽只有三位 另外兩位呢 其中一位是上一屆 同樣的比賽的第二名 他來自德國的一個男生 他要再來回來比 因為他想拿第一名喔 然後再來另外那一位 他是來自英國的男生 就這麼巧 他是愛丁堡大學音樂系的高材生 在愛丁堡非常的紅 那沒有人知道Veronica Yen是誰 我記得當我要上台 去演出最後決賽的曲子的時候 我緊張的一直發抖 因為那個舞台長這樣 然後我坐下來 開始跟樂團合奏鋼琴協奏曲 那是格力格 我從剛開始非常非常的緊張 到後來我覺得我融入了樂團 我在享受那個音樂的美 然後到最後我覺得 事實上我好喜歡 好享受這種舞台 當我演完以後下了台 咦 怎麼評審們 他們真的討論了好久好久 才終於上台回來給我們頒獎 兩位男生都被叫上台了 他們分別得了第二和第三名 而我是第一名 那時候 我領了我的獎牌 主持人拿著麥克風 就到了我的前面說 請你發表一些感言吧 我當然沒有準備任何的講稿 因為實在太意外 我就說了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際鋼琴比賽 第一次在這麼大的廳演出 也是第一次彈鋼琴協奏曲 這一切簡直就是奇蹟 於是主持人就邀請我 你可不可以再為大家演奏一首 那時候因為完全已經沒有壓力了 我滿心歡喜地坐下來 為大家彈了一首蕭邦 當我彈完以後站起來鞠躬 我發現我眼前的聽眾們 開始一排一排的起立為我鼓掌 直到那360度環繞的圓形劇場 全部都起立 我曾經參加過非常非常多的音樂會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場景 我沒有辦法想像 那是在我自己的演出之後 起訴後我到了後台 我遇到了評審的主審 我就問了他 我知道你們討論了好久 請問這是不是一個很難的決定 他說 沒有耶 我們都知道 要給你第一名 我們是在討論給誰第二 給誰第三 可是接下來 他給我了一段話 那一段話讓我一直帶著走到現在 他說 也許他們是比你還好的鋼琴家 可是你是音樂家 他們彈鋼琴 可是你彈音樂和感情 我們都聽出來了 你要繼續走下去 得獎的那一晚我並沒有哭 我只是一直覺得我在恍惚的做一場美夢 隔天當我一睡醒張開眼睛 我想到前一晚做的那一場夢 我就開始淚流不止 因為那對我而言 不只是一個獎而已 那個第一名代表了好多的事情 曾經我總是小看自己 不敢面對 但是那些都過去了 事實上 我們所能夠成就的 真的遠遠大於我們所想像的 重點是我們有沒有回到內心 去尋找那個真正的自己 那個自己最想變成的自己 然後堅持的走下去 艾琳寶大學畢業後 很順利的我考上了皇家音樂學院 終於能夠在一個完全都是音樂的環境裡面 好好學習 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展開了在世界各地的演出 其中有一場讓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在這裡 我又再次回到了羅馬 這是羅馬的Marchello Teatro Marchello Marchello劇院 它現在是一個廢墟 那我的音樂會就在廢墟裡面舉行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場景 音樂會後 我獨自地漫遊羅馬 然後又走到了這裡 Trabby Fountain 許願池 站在這個許願池前 我想了好多事情 我想起那個曾經綁著辮子 在還在吃冰的十六七歲女孩 曾經站在這裡 不知該許什麼願望 她那時候的夢想 連音樂都沒有提到 她一定沒有辦法想像 多年之後 她再回到這裡 她再給鋼琴獨奏會 我想說的是 事實上我們所能成就的 真的遠遠大於我們所想像的 重點是我們要回到內心 誠實地面對自己 堅持地走下去 但是事實上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社會總是告訴我們 什麼才是第一志願 什麼才是成功的路 常常身邊的人一句話 就澆熄了我們的火焰 所以我們要靜下來 仔細地聆聽那內心真正的聲音 回到自己 回到自己的初衷 那也許是你在十歲就已經寫下的夢想 那你最想要成就的自己 就是你該走的路 因為當那是天分和熱情所相遇的地方 它將帶你飛得很高很遠 飛到一個你自己都難以想像的境界 謝謝大家 我祝福大家